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生命电视让佛法环绕全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各位 像这是天台寺教仪 现在是讲的藏教 藏教的教理方面 是约四地来解释 就是不出四地离 四地苦地讲过了 现在是讲的几地 证文在第十二页后边到第十三页 开头 科判呢 第二 集地下有三段 第一是总标明题 这已经说过了 第二 是别是见识 分别解释见识或 现在正讲这个别是见识 就是把见或跟识或加以分别说明 现在就是别是见识下第一段 见或解释见或 见或又分两段 第一 通标明书 就是出事件或有八十八十 这就是通标明书 这个说过了 第二 列识别识 把识识的明目列出来 分别解释 那么这里有两段 第一 列识识为本 上次就讲到这里 列识识为本 就是五顿识 五历识 互并起来 就叫做识识 就是一切烦恼的总根本 总不够在识中 就是识文 所谓一 身见 二 边见 三 见识 四 戒识 五 斜见 这就是五历识 所以小株写作 以下历识 上面五种 就是五历识 那么 这些名乡啊 上次讲过了 六 贪 七 称 八 十 九 慢 十 疑 这五种 贪称之慢疑 叫做五顿识 这个名乡啊 上次也讲过了 现在对于这个历识 与顿识啊 需要再加以做简单的说明 前面五种身边见戒 这五种叫做历识 为什么会叫做历识呢 历 猛历 发起来 所谓一发不可收拾 一旦发起来 它的表现很猛历 所以叫做历 要断的话 只要你把这个道理 明白了 当下就能断 也比较容易 所以叫做历 所以正出国就能断剑或 顿时而断 所以显示历识 生起来也蒙历 断的时候也能顿断 因此叫做历 所以这个壁坛里面 比方说 刀的正面 那个锋历的那一面 就是历 五历识就是好像刀的这个正面 切东西的那面 那个前面 那么这个五顿时啊 顿就是吃顿 吃顿 它要生起来 比较慢 不会像历史那么猛力 慢慢的来 扫带而起 它们慢慢推理 然后就会发起来 但是一旦等到它升起来之后啊 您想要断除它 也很难啊 就比较困难 所以叫做顿 那么例如说 你要生起贪心 它不会无缘无故而贪的 它必定先遇到这个境界 碰尽之后啊 它还得进一步的细细的家喻 推理 考量 细细研究 是不是值得它贪 例如好像做生意的人 他这一笔生意要做啊 他要好好的把算盘打好 我多少本钱下去 放下去 那么投资下去 将来的收入有多少 这个收成所赚的利息有多少 它必定要有相当的利益 它才会投资的 那么这个贪嗔私人啊 这些烦恼 他要升起来的时候 也是经过推理 慢慢 然后才升起来 一旦升起来之后啊 力量也很强 但是您要消灭它 也就比较不容易了 比起历史来 就比较难了 历史例如升起邪剑 对外道 升起这个崇高的尊敬 信仰 但是他一旦接触到佛法 他知道佛法的好处 那么他马上就可以把这个邪剑 断掉 就会去掉 所以 这类的历史 要断也就比较容易 而顿时贪嗔之升起来之后啊 要断也就比较难 所以壁坛里面比方说 好像这个刀背 刀的背 背面是顿的 切不下去的 好像刀背 所以用刀的背 来比那个顿时 用刀的正面的这个 粒的 锋 锋利那个地方 就比较正时 比较这个 这个历史 那么这样子啊 所谓历史与顿时的道理 就比较容易明白了 但是真正要研究起来 里面道理是很多的 历史跟顿时啊 它不是截然分得很清楚 力中会有顿 顿中也有力 详细的说明啊 在这个摩侯直观 谱形里面 它对这个历史的解释 对这个剑或 无顿时 无力时的解释啊 它对这个剑或 它就有三种的分别 在这三种分别当中 里面就表现出 有力中兼顿 顿中带力 那一种的道理 例如 它这个 这三种解释 它认为 第一 就是巨身剑 我们平常按照巨射的说法 都认为啊 这个剑 剑或 是 呃 后天的 是分别起的 但是 你细细的研究啊 它也有巨身的 与身巨来 也有先天的 啊 就是这个历史啊 也会有先天性的 例如说 身剑 身剑 就是我剑了 这个我剑 我直啊 应当也是先天性的 身来就有的 例如小孩子生下来 他哪里有什么 呃 所谓 外道的邪剑呢 他什么都不懂 可是这个小孩子 刚生下来 他就懂得肚子饿了 痛苦了 他就小得哭 这就是有身剑了 假如他不是执着 这个身体是他的 他好比这样子啊 呃 那么可见 呃 人 一生下来 与身俱来呀 就有身剑 就有我治 不一定要等到 把这个 血剑生起来的 才有的 所以这个身剑呢 是与身俱来的 那么 不但是人是如此 其他动物 都有身剑 呃 比如说牛呀 马呀 甚至小虫啊 他们都会贪生怕死 他那些贪生怕死的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他有我剑 就是因为他有我之 就是有身剑 假如他不认为那个身体是他的 他有何病呢 他为什么会贪生怕死呢 所以可见这个身剑呢 是与身俱来的 所以叫做巨身剑 啊 像这类巨身剑呢 就是说啊 就在顿中 带有力啊 那么呃 贪生之慢 也是巨身 与身俱来的呢 但是这个身剑 虽然属于历史啊 但也是与身俱来的 这就是显示啊 顿中有力啊 第二种 他说叫做推理一剑 推理一剑 这是说明利中有顿 啊 因为这个历史 贱货是包含死死的 贪生之慢 慢疑里面都有贱货 都有贱货 那么这个贱货 贪生之慢疑的贱货 从哪里来啊 他就是在推理啊 他有身体这个贪生之的时候 他会先去推理 啊 那么 追踪这个理想 啊 这个 他的这个理论 啊 那么他正在 推理的时候啊 啊 这个叫做明利货吗 啊 见货叫做明利而起的货吗 他正在推理的时候 这个理未必是对的 都是 往往是错误的居多 所以这个推理的作用啊 那就是见货 那就是见货 那也就是历史 啊 但是由此生起这个贪生之的作用 啊 贪生之的真正的功用啊 那是私货 但是正在推理的时候啊 都是属于见货 啊 那么都是属于历史方面 所以这是力中有盾 就在历史里面就含有盾的 盾食的意义在里面 这是说力中有盾 就是推理见 第三是发得见 啊 比如说外道奏禅了 打奏啊 他得到神通了 啊 升起种种邪见了 啊 断见长见能等的执着了 啊 或者是波无因果了 这些都是由打奏 发出禅定以后 才升起的一种邪见 那就是完全属于历史了 那是属于历史 所以发得见是属于历史 但是他这个利益啊 也是从顿而起 啊 所以力中也带有顿的周庸的 所以这就说明啊 力里面含有顿 顿里面含有力 啊 这个道理如果有细讲的话 那不得了 啊 里面呢 这个细项很复杂 我们现在初学的时候啊 对这类道理不妨重略 不必细旧啊 如果细细研究的话 以后有机会再讲了 啊 现在只要把这个历史跟顿时的大义 能够明白就行了 那么上面是分别这个顿时与历史的意义 时就是 最义 使令 那么由这时中烦恼 哇 他就使令我们弄回生死 就没有办法写脱 所以叫做时啊 那么其他还有很多义名啦 例如说时禅 啊 酒节 节食 这些都是烦恼的义名啊 现在这 这是越 死 而讲 就是这十个烦恼啊 他会使我们轮回生死 没有办法了脱 所以叫做时 把这个欧见详细分开来 就是无历史 如果把它合并起来 就是为世家所讲的六种根本烦恼 为世的烦恼心所啊 根本烦恼六种就是这个时时 就是时时 贪嗔之慢以五个 第六字就是恶见 这个恶见呢 就是包含无历史 包含无历史 所以这个为世家的说法 虽然只有六个根本烦恼 那么实际上 把这个恶见分开来 就是十个 就是十个啊 就是把这个见 这个见货里面的历史 合并起来 成为一个 顿时照样 按照原本分开来为五个 那么就是叫做六种根本烦恼 也就是这个时时 总不利这个时时 所以这个时时啊 为一切烦恼的总根本 因此这个科判啊 就叫做 列实实为本 本就是根本 这十种 死令众生 龙回生死的烦恼啊 就是为一切烦恼的总根本 不管你大胜小胜 说实实 说六种根本烦恼 他的用意都是指的 这是一些烦恼 龙回生死的总根本的 那么这就是烦恼 那么这就是烦恼 死死为本啊 上面的证文 讲到这个以上顿死为止 这就是这个烦恼别事的第一段 那么上次讲到这里 因为这个立顿的意义啊 有时间到了 没有详细讲 现在再加以补充 那么下面是第二 历三界民宿 历 经历 三界 欲界 四界 五十界 来配合四地的道理 用实时 配合苦极灭道四地 再经历欲界 四界 五十界 三界 来分别 这个 建货 有八十八种的 这种的分别 刚才分给各位的表啊 那个表 是其他的书本上 现成的表 他是在解释 这个宗派的意义里面啊 说明这个居社中 跟维市中 对这个 实时 他的这个分别的情况 不同的地方啊 用表把它说明 那么我觉得这个表 对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啊 有帮助 可以帮助了解 因为正文里面呢 他没有表 所以现在 把这个表 印出来 分给各位 对照起来 就可以明白 那么对照正文啊 就容易明白的 现在接下去 对于这个 历三界 民书啊 不再分科 在这个书本里面 他还有详细的科判了 自己看看 差不多 就不必再细分啊 就不必再细分啊 那么这个所谓 历三界民书 看出正文 来加以说明啊 此时时历三界四地下 正简不同 乘八十八 这是说明 时时对三界来说明 啊 配合四地里 那么成为八十八的 这个不同的数目字 是怎么样子配合的 啊 上面所讲的 这时时 五顿时 五历时 啊 经历 欲见 十界 五十界 配合四地 苦极灭道 啊 之下 啊 有真的 有减的 真 并不是什么真家 只是时时具足 就叫做真 减 或者是减去两个 或者是减去三个 那就叫做减 因为苦地 极地啊 灭地 道地 配合十时啊 有的具足十种 有的具足七个八个 所以叫做正简不同 那么这样子配合起来啊 就成为八十八 怎么样子会成为八十八呢 下文就说明了 看出下文 为 欲见 苦 实时具足 这就是配合四地啊 先讲欲见 在欲见的众生 迷以这个四地之理 啊 这个 见货呀 各位记住啊 记住 见货 叫做迷离 货 迷离的货 就是对这个四地之理 他迷惑而不了解 不明白啊 不懂得四地之理 才升起这个见货 所以见货叫做迷离货 迷离之货 啊 他那个表 表上有的 表上啊 上面那个据色中 第一个表啊 第一个表 那个据色中啊 呃 他先说迷是货 他就四地相对 迷是货 就是私货 私货表上谁说修货 修货就是私货 前面讲过的啊 那么其次讲这个迷离货 啊 迷离货就是见货 旁边有小株 就是见货啊 见货 就是迷以四地之理而起的 啊 迷以四地之理而起的 这个见货啊 那么配合起来 配合这个四地 那么因此啊 就有八十八种不同 那么迷离之下 苦地 迷以苦地之理 那么就是实实俱足 这看 呃 第二个表啊 这个表上看第二个表 第二个表的那个 见货啊 见货下面呢 就配合这个迷离色 五十戒 五十戒 这个表很分明 对着这个正文啊 一看就明白的 遇见啊 遇见在苦地之下 啊 在苦地之下呀 十十具足啊 你看那个表 苦地之下有个十字 有十十具足 就是呃 就是呃 身边 见 见 见 邪 无力死 跟贪嗔 吃 慢 以 五顿 食 都具足 迷以苦地之理 就十种烦恼 都具足 就是实实具足 啊 极灭 过其时 除身见 边界 界渠 先把这个 要除的名项 说明 然后 然后再来说明 它的原因啊 呃 遇见迷以几地 迷以灭地 这两种 呃 迷惑于这两种 你生起的 这个 食食的烦恼当中啊 极地跟灭地 只有七十 只有七十 要除掉身见 还要除掉边界 再除掉界境取见 呃 在历史方面 要除掉这三种 身边界这三种 呃 那么除掉这三种 剩下七个 呃 就是贪嗔痴慢疑 五顿时巨足 呃 那么还有这个 剑齐 跟这个斜剑 五历史里面 只剩下 剑齐 跟斜剑 这两种 他没有身边界三种 因此 极地下 既有 只有七十 呃 表上也写得清楚啊 官府里面 就是要除去的 嗯 除掉这个身边 界境取见 这三种 剩下七个 所以极地下 民以极地之理 生起的十十 只有七个 除掉三个 灭地也是一样 民以灭地之理 也只有七十 也要除掉身见 边见 界境取见 也只有七十 道地呢 民以道地之理啊 道地八十 除身见 边见 道地就有八种了 只除掉身见 跟边见 嗯 那么界境取见 道地里面有的 所以道地之下 民以道地之理 在欲界 具备八十 嗯 只除掉身见 边见 那么这样子 四地下合并起来 四地下 合为三十二 合并起来 就成为三十二 嗯 你们自己算算啊 这个欲界 那么苦地十个 极地灭地 各有七个 两个极地有十四 就是二十四个 道地 有八个 那么就 二十四加八 有三十二 所以欲界 苦 这个苦极灭到四地 嗯 配合十十 那么欲界的 烦恼啊 有三十二 见或烦恼 有三十二 那么这个数目字 那么对照表 嗯 看出正文 对照表 一看就明白 嗯 不必细讲 这是属于欲界 下面是配合 十几五十几 上二 嗯 那么正文里面 上二 就是欲界之上 注意听啊 欲界之上 听这个 听这类的理论呢 呃 不能入定啊 呃 入定是没有办法了解的啊 要入定 回家去入定 这里不能入定了 哦 就好好的用脑筋才行 呃 这个不好不好好用脑筋 听不懂的 尤其初学对这些名相 会觉得很困难 但是不要判难 要好 要下功夫啊 要用心 用心听就会懂的 呃 第一次听过之后啊 再听第二次第三次 就容易懂了 呃 上二界四地下 一界如欲界 呃 上二界就是 欲界之上 还有色界 无色界是两界啊 也是要配合四地 苦极灭到四地啊 色界苦极灭到四地 无色界苦极灭到四地啊 配合起来 以一界如欲界 至于每地下 除称时 除称时 啊 古一界 各有二十八 世界无色界的时时烦恼啊 配合方式 跟欲界相同 只要除掉一个 除什么呢 除称 潘称之曼仪的称 啊 这个 因为上二界啊 呃 穿恨心 他不会 当时不会生起来 种子不会生起现行 啊 所以啊 上二界都要除掉称 苦极灭到四地 都除掉称 那么因此 三十二就要除掉四个 除掉四个正好是二十八 所以色界 民以苦地 有九十 除称 看那个表啊 对对就明白了啊 看那个表 呃 世界的极力 民以极地 有六十 要除称 跟这个身边界 跟前面一样啊 只是除称不同而已 灭地下也是有六个 呃 只除称 身边界跟前面相同 要除 道地下有七个 民以道地之理 有七个 呃 七十 只是除掉称 跟身边两种 呃 除身边跟前面一界相同 只是增加这个除称 那么因此 世界除掉苦极灭到四地下的 每一个称 呃 那么就剩下二十八 五十戒 跟世界相同 配合的方式 跟世界相同 也是苦地有九 呃 极地有六 灭地有六 道地有七 跟世界完全相同 也是 称赫心 他不会生起来 所以要除掉 因此啊 世界二十八 五十戒 也是二十八 二两个二十八 后面起来就是五十六 五十六 再加上 欲界的三十二 就成为八十八 我们平常常讲的 建货八十八十 就是这些 就这些 这就所谓建货八十八十 呃 呃 这个明江啊 他这里说明 藏教的这些理论啊 都是根据 啊 这个 这个 据色 都是根据据色论的啊 现在我们用的据色论的说明啊 都是根据唐朝 玄奖三藏所所翻译的 那么在古丹啊 呃 在智者大神那个时候 他是没有看到 玄奖所依的 那是看 看到那个旧意啊 旧意内容也是相同了啊 那么因此这个 建货八十八十啊 呃 那么在据色诵里面 据色论诵啊 他这个诵里面有这么一首诵 呃 写在黑板上 看那个诵啊 把这个诵背起来 这个八十八十就整个可以记起来了 据色论里面说 苦下据一切 呃 苦地之下 玉奖是通通有的 时时都有 据一切 有时时都有 极灭各除三 呃 极地灭地 各个都要除掉三十 就除掉先见边见 戒齐 道地除二见 呃 呃 原本是 道除一二见 呃 我把它写作 道地除二见 比较容易明白 道地之下 道地之下 时时当中要除掉两种见 就身见边见 啊 那么这就是欲界的苦极灭到四地 配合时时 该除的去掉了 三十二 已经清楚了 那么上二见 配合方式一样 只是要除掉称 所以最后一句说 上二 不行称 上二 不行称 就是上二见 上面的三见 五三见 这两见呀 昌汉星不会 三级现行的 不行称呢 是说 他这个昌汉星不会升级现行 上二不行称 种子还是存在的 种子存在的 他们是靠住这个定宫 禅定的力量啊 用禅定的力量 把这个昌汉星的种子压住了 昌汉星的种子啊 压住了 就好像石头压住这个草根 这个用大石头把草压住了 他就发不出来 发不出来 但他这个种子存在的 种子存在 石头拿走了 他又发起来了 所以上二见 四见五十见 只是因为他的禅定功夫好 所以这个学习打坐啊 修禅定 不能有成文心 有成文心啊 禅定发不出来 你只看这一句话 那就可以了解 假如您在打坐 修禅定 有昌汉星 有昌汉星 这个禅定就发不出来 发不出来 那你就是 您的石头啊 力量不够 压不住它 所以必须要禅定功夫 很好 把它压住 昌汉星发不起来 这样子才能够成就 四禅八定 否则这个四禅八定 不能成就 所以必须要去掉 这个昌汉星的作用 但是他只是不升级现行 压住 压住 那个石头一拿走了 他又升起来了 就禅定的功夫够了 没有禅定的时候啊 他这个昌汉星又发出来了 所以四禅五四禅的众生 他这个寿年金了 他堕落在玉界 在六道里面 他照样又会动昌汉星 有他种子还在 种子存在 因为他有这个昌汉星的种子啊 碰到什么时候 他都会发出来的 都有机会发出来的 因此之故啊 上二界不形成 只是当时不升级现行 你看那个行之啊 不形成 就是不升级现行 他的昌汉星种子 不升级现行 并不是说没有昌汉星种子 昌汉星的种子还存在 只是不升级现行 因此之故 上了二界都要除掉撑 苦极灭道四地都除撑 那么因此之故啊 四界只有二十八 五四界也只有二十八 后面起来五十六 再加上一界的三十二 正好是八十八 所以您如果能够把这个巨色松 这首巨松啊 把它背起来 见获八十八十 通通在里面 苦下据一切 极灭各除三 道地除二界 上二不形成 那么把这个巨松背起来 八十八十都在里面了 就很好记 不会有困难 再加上游表 那么对照正文 又由这首巨松总和起来的简略说明 提纲建林 很容易明白 各位福报大了 你们大家福报大 我都听你这样一一的算的清清楚楚 哦 你们福报大呀 你要知道我当时从前在小的时候学习啊 下了多大功夫啊 下了多大功夫啊 要费多少时间 从前从前没有这个机会听这类的道理 没有这个机会 在我学的时候哪有这么详细的讲 做梦也梦不到 只是要靠自己想办法动脑筋 总算我这个几十年功夫不白花 那么现在拿起来随时都有用 否则的话您要靠着人家讲 在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机会 在从前我在修学的时候 学习教理的时候 只有听听经啊 听讲经 听讲经 法师讲经啊 对于这类名相他不会细讲的 他不会细讲 差不多都要靠自己 自己不想办法去专雇值 不想办法去找资料 那你没有办法了解 所以对这类的理论呢 那必定要自己很细心的下完功夫 才能够体会得到 上面就是说明这个建货八十八十 关于这个八十八的名目啊 配合起来 三界四地一一都分清楚了 现在这里啊 进一步要说明 为什么 注意哦 为什么 集地下 没有深见边见界区 为什么 灭地下 没有深见边见界区 为什么 道地下 没有深见边见 而有界区 这个道地现在又说明了 哦 这就是细心的用心去听 啊 这个上二界 刚才说过了 因为他不能有称赫心 称赫心不能升起先行 啊 因为他修禅定啊 禅定功夫啊 按照这个禅伯罗密次第法门里面说 他修这个世界初禅二禅啊 也得修四五量心 四等啊 四五量心 慈悲息舌 慈悲息舌 叫做四五量心 也叫做四等 四种平等心 因为他修禅定 同时要修这个慈悲息舌 所以他因为行词的缘故 他就没有相害之心 彼此没有相害之心 没有害人之心啊 世界以上的众生 他没有害人之心 不会动这个念头 啊 他不会升起现行 只有种子 既然没有相害 所以苦地下就没有称 苦地下没有称 彼此都不会相害 上二届苦地下没有称悲心 上二届 他们都是啊 修十善法 最基本的善啊 他要修十善法 再增加修四禅八定 才能升到色部色界 所以他们有十善的药育心 因此他在极地下呀 也就没有称悲心 极地下 也就不会有迷以礼的称悲心 因为他有禅定 他只是在极尽的境界中 灭地下 他在极尽的境界中 所以也就不会有称悲心 所以上二届 他的灭地下 不会迷以 这个迷以礼的称悲心 不会升起来 因为他不行称 完全是靠这个禅定功夫 所以极地下 灭地下 都没有称 他既然有禅定 而且他是因为 有文佛法 修学佛法 才能 这个进一步修行的 所以他这个上二届 到底下 也是一样没有称悲心 这是先总说 色界五色界 对苦极灭到四地 这个实时啊 他都没有称悲心啊 因为他最主要的就是禅定功夫 有禅定功夫 所以他的称悲心 只是种子 而不会升起现行 把他压住了 那么现在进一步要说明 现在只是站在欲界来讲就可以 色物色界道理相同 不必另外讲 那么为什么 欲界 迷以极地之理啊 他为什么会没有身见 没有边界呢 因为这个身见呢 是必定要依靠身体 生起来的 依靠身体 生起来的 那么苦地 必定有身才能受苦啊 没有身就不能受苦 就不会受苦 因此之故啊 极地里面 在极地里啊 他是因啊 他只是迷惑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 没有这个身 极地下没有身 所以就没有身见 极地是迷惑呀 迷惑之因啊 就是烦恼种子 烦恼种子里面呢 还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个肉体之身 既然他没有肉体之身啊 就没有身见 所以不会迷极地而生起身见 因此之故 极地下 没有身见 要除去身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 极 只是指烦恼种子 烦恼种子的祸呀 他没有身体的 他还没有身体 只是精神上的作用 精神上的作用啊 他没有身体 就不会生起这个身见 所以只有苦地下有身 才有身见 极地下没有身 所以没有身见 灭地也是一样的 灭地是出世间之理呀 出世间之理 这个真地理呀 当然更是没有身见了 所以这个灭地下 也要除掉身见 边界是因为身见而起的 没有身见就不会有边界 身见跟边界的彼此连住的 彼此连住的连带关系 如果有身见 就必定有边界 像这个道地 除身见就必定要除边界 苦地有身见 必定就有边界 极灭到三地呀 都是没有身相 只是礼仪而已呀 那当体没有身相 所以就没有身见 同时也就没有边界 断肠游无等见呢 都是因身而游 没有身见就没有边界 所以极地下 要除去身见边界 灭地下 也要除去身见边界 修道地 正在修这个出世间道的时候 主要就是要破除我之 他要破我 所以这个修道不会叫你有我 要你破我 所以道地下 为了要破除你的我之 当然就不会有身见 所以道地下 也是没有身见 没有边界 那么为什么极灭两地下 没有戒去 没有戒进取见呢 因为戒呀 是修行才有的 不修行就没有戒 那么极地当体呀 连身就没有啊 后来戒取你 这当然就不会生 这个戒进取见 他连身都没有 就不会生 戒进取见 所以这个极地下 要除去戒取 灭地 既然是灭地涅槃之理 当然不会在涅槃之理上 生起戒进取见 那是国体 这是修阴 戒进取见是福音基因啊 当然就不会有戒进取见 所以极地灭地 这两种啊 都不会有这个戒进取见 因此之后极地 也要除掉身边界 灭地 也除掉身边界三种 所以只剩下七种 那么为什么 道地下有戒进取见呢 因为外道啊 他不懂得佛法的时候 有外道的斜见之界 例如我在前面解释 这个武力诗的时候 讲过的 像那个持牛界 持狗界 持鸡界 那都是戒进取见 那就是不正确的戒法 认为那个 使他能够出时间 那是很大的错误 所以这种的戒进取着的见解 在道地之下 他会生起来的 他对真理还不明白的时候 就会有戒进取见 所以在修道的时候 如果这个邪正不分 邪跟正分不清楚 那就会生起戒进取见 所以道地之下 是有生起戒进取见的可能 因为这是修阴啊 道地都是在修阴 所以有戒进取见 因此之故啊 道地下就有八种 就是直除深见边见 而是由这个戒进取见 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最后简单说明 为什么要除掉这些 上二戒除掉称 这个上面已经说明了 那关于这个深边戒 那么这个要除的情况 根据意见相同 这个道理是相同的 也不必再说 那么这就是对于这个八十八十啊 为什么 本来是十十 配合四地里 每一个都有十个的话 应当是有四十个 三界配合起来就有一百二十 为什么这剩下八十八 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完全根据居社 就是小胜由衷 根据居社的说法 天台的藏教 也是完全根据这个壁谈 居社的说法 如果是为师家的说法 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么这个表上 第一表 第一个表啊 下面有为师中的说法呀 不不大相同 那么现在 这个并不用 我们现在是在讲仗教 那么下面那个表啊 第一表的下一段 是为师中的 这只是连带 那么因为印的时候 不方便把它刷掉 还是把它保留下来 各位可以做参考 研究这个 八十八十啊 研究实时啊 配合这个大小生的说法 不同的地方 可以做参考 下面这个居生 居生旗 分别旗 这都是属于为师家的说法 为师家的聚生烦恼 就私货 它有六种 就是贪嗔 痴 慢 跟身见边见 这都是属于 聚生旗的烦恼 都是属于私货 它有六种 而分别旗 十种通通有 这是相同的 那么这就是 为师跟聚生不同 聚生的聚生烦恼 只有贪嗔 贪嗔痴慢 四种 而我一世就有六种了 那么这个不同的情况啊 以本文没有关系的 所以现在这里不必说 现在只是把这个 见货讲完 私货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课 下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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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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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